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子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新加坡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讲的是在新加坡的路上 有一个人骑着新车过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 有一辆车在他不远处就是 他感觉这个车没有减速没有停下 没有完全停下来让他 他很不满 然后导致一连串的事情在后面 马上我会给大家先看一段这个事情的视频 然后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然后呢我也会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的一些想法吧 然后待会儿我会说一下 我目前这次去新加坡的一些计划打算 之前有一期视频里面我想提的 结果忘记了 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好吧 来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何调 你离开 何一问 你何인덐 我是奥一定看到你 我可以给你,但你必须停 你永远停你认识 你认识我会停 你会停 你需要停,你需要停 之前你会停 指数高残 无论女权 是如果羞黨進口 spicy Yani 當時人們控制我 你們那些人們吃虧 他們就吃虧 怎麽 скаж這 不妙 你替我女生 我給他們吃 czy 这位先生骑着单车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 他是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汽车不对 就打电话给警察 然后这个驾车的车主 他也有这个行车记录仪 他也记不下了所有东西 而且都是带声音的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车主啊 这个自行车主不依不恼 哇在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自行车就放在那边 不让他走 然后后面堵了 长长长长长长长 我不知道有多远 可能上百米的车的度 然后呢 在视频里面看警察也是半天都没有来 我后来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终是怎么处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责任到底在谁 我很好奇的就上网查了一下 如果您知道的话 请在评论期给我去答复 当时给我发这个视频的朋友就跟我说 说其实据他的了解 在新加坡 骑单车是不可以上班马线的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 我没有查到非常具体的这个 怎么说呢 准则标准 但是呢 模糊的里面有说到 你在班马线上 有的时候你是要推行 或者是你要是按照步行的速度去行驶 所以说现在 我也不清楚新加坡的法律 到底是如何规定自行车 在班马线上应该采取如何的方式 到底是应该下车推行 还是骑得非常的慢 也是被允许的 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的话 请在评论区给我一个答复 好吗 OK在我继续聊之前 我先把我的这个行程的事情插播一下 不到时候忘记了 我马上11月10号登陆新加坡 然后中间13号 我会去到越南和台湾 大概在20 21号左右返回新加坡 大概率会在21或者22号返回新加坡 那么就是一头 我有10 11 12 这三整天 加上13号的大部分时间 然后我在最后我还有一个 22号 23号 两整天最少 也有可能21号我回去 这么两三天的事情 就是前后一共 我大概会有五天时间 是在新加坡国内的 那么我计划 会在新加坡选择一个地点 然后找出这么 比如说下午2点到4点 或者晚上7点到9点 我会找出一个时间段 我会公布我的那个地点 以及时间段 我会在那里等候朋友们 如果视频间的你 想和叶子见个面聊两句 没问题 我完全欢迎 我的朋友就说 你要不要租个什么场地 因为我个人觉得 不会有很多人来 因为我毕竟 我这个号很小嘛 这个观众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并不觉得 我会有很多人来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一个 咖啡店啊 或者是小贩中心之类的地方 我是这样想的 任何来跟我说hello的人 我都会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请你喝杯咖啡也好 喝杯咖啡冰 或者是Dior 不管你想喝什么 我会尽量的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 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 我也不觉得 我自己是个什么网红啊 什么自媒体啊 我就是一个喜欢在网上 稍微把自己的观点 输出一下的人 就是自己闲聊几句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陪我度过了很多时间 对吧 所以说 不是说 不是说你们应该谢 我是应该我谢你们 所以说 你们来 我想请你们喝杯咖啡 喝杯饮料 或者是我请你们吃点东西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地方 然后可能 大家在一起吃一吃 喝一喝聊一聊 所以 但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决定 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 台湾店或者是小饭中心 什么一个地点 我还没有决定 和时间 我都没有决定 因为我也不想找一个 就餐高峰时期 万一有这么七八个人来 我们一桌人站在那儿 就是如果老站的桌子也不好 对吧 所以我会挑一个 避开用餐高峰时期 找一个地方 和大家聚一聚聊一聊 我不知道 大家对这个想法 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 有没有赞同 或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在本期视频的评论区 这个 说一下 或者我会在我的这个 社区里面 我会发一个帖子 大家可以 把你们的想法意见 可以发进去 然后可以告诉我一下 大家的想法 好吧 我也不排除 我可以在东海岸 或者西海岸 在公园里面 大家可以建议 也可以 就是 就没有坐的地方了 可能只能坐在草坪上啊 可能会下雨啊 什么的 所以说 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说 我们可以聊一聊 好不好 这是我的想法 我是想和大家见一见的 然后这个 就是 10到13号 或者是 21 22 23这样 这几天 当然我自己还有朋友要见 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 包括我之前提到过的 在新加坡 国乐团 华乐团 叫新加坡华乐团 应该是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他在那拉二胡 拉高胡 所以说 我是要见同学的 然后我有新加坡本地的朋友 我也要见 然后还有一些 最近跟我聊的比较好的 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朋友 我是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也会时间比较紧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谅解 如果 我的时间选择 不能够 让你 也 也跟我见到面 我觉得 有遗憾 但是我会尽量 我会尽量每年都去到新加坡 好不好 下次去新加坡 我可以以新加坡为中心 这次是去 这个 越南跟台湾嘛 下次可以去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去过很多次了 下次可以去 菲律宾啊 菲律宾我没有去过 或者是文莱啊 这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对吧 OK 说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车子的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让我很震惊 为什么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中 新加坡人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而且在马路上 车都是让行人的 曾经我也多次聊了过这个事情 当然 这个事情可能真的在新加坡 只是非常极少数的个案之一 对吧 只是个案之一 但是 即便这样 也真的让我很很很震惊 我不知道这个 骑自行车的这个人 他是大陆人 还是新加坡人 但是我通过他们的聊天 我感觉他应该是本地人 所以最起码 他是常年生活在新加坡的人 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导致后面车辆堵成这个样子 正谈到没有一点内疚吗 对吧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 值得重新商榷一下的 而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另外一点好 那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一个社会的通病 如果在我的观众里面 有社会学家的话 可以帮助我一起来分析分析 我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也发现一点 在路上 加拿大Canadian Driver 他们的这个 这个Tolerance 是非常的低的 这个容忍度是非常低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在别的地方 别的方方面面 加拿大人都能很有耐心 新加坡人也一样 都能很有耐心 因为发达国家的人 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是这样 很有素质 很有耐心 很保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路上 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在加拿大这里 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人用喇叭的 如果你被人低了 那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让别人不满意了 而我就发现在路上 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次 而且真的是 就是不是我的责任 而且不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这个人是 对这个条款条规 我是比较在意的 对吧 在意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我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条款 条规 我才能在这个条款条规之内 做出我最大的 怎么说调整 所以我是比较在意的 特别是我刚来的那段时间 我刚刚考树下教的时候 我对这个交规 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现在很清楚 有一次在我后面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他在低我 他觉得我 转向灯啊 或者什么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 我就把车停下了 我摇开窗 我就在后面 我就英文跟他说 跟他理论 我说It's your fault It's not my fault 我听他说 Can you really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我就跟他说 你懂不懂交规 当时我听他说 就有很多时候 真的是 就像是很 很无奈 让人很frustrated 真的是 是对方的责任 但是他还不知道 他还没有容忍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希望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评论区 可以跟我探讨一下 或者给我指导 指导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 新加坡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新加坡人 是我第一次人生感受到 车子老远就停下来 让人过 我当时觉得 哇 这个世界上还有 还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一种体制 我真的是很崇拜 当时 你知道吧 在加拿大来了以后 我就觉得见惯不怪了 因为我当时在新加坡 这么长时间 我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 这些发达国家 都会在道路上 出现这种 很没有容忍度 或者甚至于没有素质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你看这个视频里面 我不说了吗 你如果责怪这个车主 OK 你可以拿手机出来 拍视频什么 你都可以取证 然后你离开这个地方 后面你再找警察去说 怎么样都行 结果你导致后面 我看到你视频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公交车上的人都下光了 因为走不掉嘛 你要导致多少人耽误事情 还有人跟我在这个视频的 评论区还有人说 有人正在赶往 去参加亲人的 见亲人最后一面的路上 结果都没有达成这个愿望 当然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无从考证 但是真的因为这种小事情 而导致别人的家庭 要承受很大的这个后果 我觉得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 那么如果你是一位新加坡的driver 你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你在新加坡有没有遇到过这样 就是说不管是行人也好 或者怎么样人也好 就是非常没有容忍性的 这种事情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driver 或者任何世界上 只要你是能听懂 我本期我视频的这个观众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在别的国家 路上所遇到的一些 非常奇葩的事情 今天我就分享我的事情 我就遇到很多 他们自己明明是他们自己犯错 对吧 这个这个 然后他们还低于你 他们觉得是你不对 我觉得就很可笑 对吧 然后也会导致 社会不和谐 对吧 就是一点点积累起来 到最终会导致 这个社会问题出现 好吧 今天主要想的就是 新加坡的这个车子的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 是值得让大家去探讨的 我们大家可以 好好地考虑考虑 聊一聊 在评论区我们再说一说 看看怎么样能够 让这些事情刚才的解决掉 更快速地 好的解决掉 好吧 今天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辞访